嗨 大家好 我是啾啾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随着全球人口的寿命延长 怎么样通过日常饮食 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 来提高生活质量 延缓衰扰 就成了大部分人关心的话题 那在众多研究还有实践里面 世界人类的汇聚地 叫做蓝色宝地 叫Boozones 那这些地区 不仅是拥有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人群 还有它的居民生活方式 尤其饮食习惯 更是被认定是延缓老化 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关键 那么蓝色宝地饮食模式 跟地众还十分相似 我们今天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 5个蓝色宝地饮食的技巧 同时告诉大家 有4个建议 想要了解的朋友 记得先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康了 就是健康1加1节目 历时9年超过1000场的直播 有100多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传播健康的知识 那保留下宝贵的各种食疗 药膳的秘方 我们整理成健康1加1宝典药 限时而且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些无价之宝 我们从饮食开始 就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 还会陆续建立线上跟线下 能够跟专家沟通的机会 大家现在可以点击连结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再回到今天的主题 全球有5个这样的蓝色宝地 那这些蓝色宝地居民 都活到100岁也不稀奇 难得的是 有很多百岁人 没有失智 还有失能这些健康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讲蓝色宝地 是怎么样产生的 蓝色宝地是由一位知名的 国家地理探险家 他叫丹布德尼 他创立的 那这些社区 包括意大利的萨丁岛 日本的冲绳 还有希腊的伊卡利亚岛 还有哥斯大利加的尼克亚半岛 还有美国的洛马琳达 那布特尼的研究呢 不仅吸引了全球人们的关注 而且还影响人们 对于健康和长寿的理解 那布特尼他提出了 促进健康和长寿的 九个共同因素 其中有包括健康饮食 适度的运动 有意义的社交关系 积极的生活态度等等 而且还通过出版书籍 参与电视节目 以及公开演讲 他把这些长寿社区的生活智慧 传播给了全世界 鼓励人们要改变生活方式 追求更健康 更长久的生活 那我们赶快来介绍 受到大众关注的蓝色宝地 有哪些特别之处 蓝色宝地的饮食生活中 大约95%来自于植物 包括大量的蔬菜 水果 豆类 还有全穀物 坚果 以及种子 这种饮食丰富的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植物 化学物质 对于健康都很有帮助 可以帮助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那蔬菜和水果 每天 至少摄入五份 也就是400到500克 优先要选择当季 还有地区 就是当地的特有的品种 那在全穀物的部分呢 建议每天要摄入至少要三份 一份大约是28克的全穀物 那全穀物有糙米啊 全麦面食以及燕麦等等 还有豆类 豆类应该是日常我们饮食生活中 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另外是坚果 坚果通常要每日摄取 大约是56克的坚果 是蓝色保地居民的常规生活 那第二款呢 就是鱼类 鱼类作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 蓝色保地的居民 每周摄入鱼类不超过三份 那优选食物链中低端的这个鱼类 像是沙丁鱼啊 匪鱼还有雪鱼 这些鱼种富含 Omega3脂肪酸 对我们的心脏健康特别有益 第三个重点就是 限制红肉还有乳制品 因为肉类跟乳制品 在蓝色保地的饮食中占比比较低 平均每个月呢 只会吃到五次 并且呢 尽量选择白肉 像是家禽类的 而不是红肉 像牛肉之类的 那当天的居民 骗号三羊奶 还有绵羊奶制品 每周吃蛋的次数是两到四次 通常每次吃一个 作为菜肴的一部分 而不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那第四个重点就是低糖 还有少加工食品 蓝色保地的居民 每天对于添加糖的摄取 大约是北美地区的五分之一哦 也就是说他们吃的糖量 真的是比较少的 他们把糖类摄取 视为一种刻意的享受 而不是日常饮食的主要部分 那相比在北美地区哦 其实他们是更倾向于 不要吃那么多加工食品 还有含糖饮料 更多的依赖于天然 自然的食材的甜味 而且大多数蓝色保地的居民 倾向在家中自行煮三餐 更喜欢在家中准备食物 而不是频繁的外出用餐 这个呢很好 因为可以帮助控制食物的成分 和它的质量 第五个就是饮品的选择 蓝色保地的居民呢 偏爱简单而且健康的饮料 包括水啊咖啡茶 还有适量的红酒 那茶呢是日常饮品中 主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绿茶富含儿茶树 可以帮助延缓大脑老化 增强神经回路 以及脑神经细胞的适应性 红酒的部分 尤其是在饭后社交的时候 适量饮取 那这可以提高心脏的健康 这个在所有的蓝色保地地区 都比较普遍 对于选择饮酒的成年人 建议红酒的量呢 女性的部分是150毫升 大概就是一小杯 男性呢是300毫升 大概就是两小杯 蓝色保地的居民 通常早餐吃的比较丰富 晚餐吃的比较简单 那这样的饮食节律呢 可以帮助促进更好的代谢健康 还有体重管理 在蓝色保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们用餐往往都是跟家人 还有朋友共享的时光 这种社交互动 对于精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社交活动可以降低压力 还有孤独感 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健康饮食的环境 比如说你在家中有存有健康的食品 避免购买高糖跟加工食品 那鼓励全家人一起参与健康饮食 准备还有用餐 这些东西呢都可以促进大家的互动 健康的饮食不只是一成不变的 其实他需要随着个人的健康状况 还有他的年龄 还有可获得食材的变化 适度来做调整 持续的学习最新的一些营养的尝试 对于维持跟优化饮食习惯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今天谈到了蓝色保地的饮食 跟地中海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两种饮食模式都强调了对健康有益的 食物选择还有生活方式 无论是地中海饮食还是蓝色保地 总之呢饮食中就是要避开糖类 淀粉还有加工食品 还有精致食品 这些都很重要 关于蓝色保地的饮食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请帮助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可以更加健康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